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安全部隊完成了對青年黨極端組織所佔據的酒店的圍攻 事件當中有人員傷亡 對摩加迪沙馬卡穆卡拉馬酒店的佔領行動是星期六清晨結束 有關官員說至少有17個人在事件當中被打死 其中包括索馬里大使以及一些士兵 青年黨激進分子襲擊了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家大酒店 打死了至少9個人其中包括一名索馬里大使 目擊者說星期五對這家酒店的襲擊開始時 酒店外的一部汽車炸彈爆炸 然後有3至5名的槍手衝入酒店 索馬里政府特種部隊攻入酒店是捉拿槍手